高雄市長陳其邁 昨天二十七號下午公告 禁止室內群聚打麻將 晚上警方還是抓到 有民眾在屋內打麻將 打麻將的四個人一度不服 拒簽單 甚至還嗆聲說要申訴 員警表示已經公告禁止了 取締告發絕對不會手軟 四個人分別最高將處 一萬五千元的發環 警方到場屋內四個人 群聚打麻將 員警要開單 一度遭到民眾拒簽還嗆聲 高雄市二十七號新增 本土確診病例 感染源頭都跟室內打麻將相關 市長陳其邁下午就立刻 公告禁止 嚴格執行 二十七號深夜 警察接獲檢舉 取締不手軟 四位民眾最高可處 一萬五千元罰還 接獲通報 員警抵達嘉義市西區南京路的這間民宅內 發現裡面兩男兩女在打麻將 屋內大人們有戴上口罩 但一名幼童就在桌子旁邊 業主跟警方說 因為疫情 冰狼攤沒有營業 才邀朋友打麻將 難道這樣有違法嗎 員警告知 現場聚集六個人已經違反嚴禁市內五人以上聚會的防疫規定 搜證後對相關人等開單 移送衛生局開罰 華日新聞陳建邦 王美亞謝玉鑫 高雄嘉義報導